韓潇熙已夫婦的世界屢多景一角 受封最美小三身是看掌 之后接连接下无法抗拒的她 已无知名单恋原生戴等作品 细约不断的她 今年接下与蒲续俊合作的电视剧《金城生物》 目前演员们也已经投入拍摄作业 《金城生物》故事设定在1945年 两位热血青年为了求生存 对抗因为贪欲而诞生的惊悚怪物 不过韓潇熙三日却传出 赶拍电视剧时受伤的消息 据还没报道韓潇熙亲自上阵 拍摄难度极高的动作戏份 却在拍摄途中发生意外 不慎伤到脸部 伤口就在眼睛附近 现场人员透露 韓潇熙因为脸部受伤 第一时间将她紧急送往医院 更有消息传出她可能要动手术 过少早官方出面回应 表示韓潇熙不需要手术 进行完紧急治疗已经在休养 之后会在调整行程参与剩下的拍摄 事实上韓潇熙拍戏受伤已经不是第一次 她去年在已无知名 是演为父亲复仇的卧底警察 拍动作戏几乎不用替身 之后劳累过度肋骨受伤 也忍住继续拍摄 最终在片场昏倒 被紧急送医治疗 索性检查后伤势轻微